本人郭文貴 出生東北吉林 潘石縣 紅旗嶺鎮 趙家舟村 祖籍山東省 遼城地區 申縣 古城鎮 瑟麗四鄉 西草陽村 本人姓郭明文貴 我兒童事件很小的時候 就幫母親上國家了沒有姐妹拔個兒子 從學校過學還差幾個月 初中畢業就要到社會上去了 83到85 古城包子鋪 倒賣 酷雞倒把 家裡太窮了 我做生意就讓家人過得更好 15歲結婚 16歲生死 18歲有女兒 孩子沒當完直接就當業了 呱唧 89年 64 我趕時髦進去了 我的人生最重要的就讓我在清風看出 我的親身感受 它重塑了我 91年出來 92年初開始的大老闆家具 92年底成立的御打 七哥參與了整個98年奧運會申請 1999年我們買地的方案最早就得一分 350天建出一個超過細星際景點 成為地球上唯一一個龍型的建設 同時還旁邊有個金拳 我人生最輝煌的就是 2008年奧運會了 七哥獨享天降 然後到了2012年 人生重大轉折 事業重大挑戰 忘記啥來了 2014年8月份的時候 傅振華在家裡找到我們 傅振華家人說 中央已經定了 肯定要抓馬店鋪伏長 抓他之前肯定抓你老婆 但是文貴還是戰鬥到2014年底才流行 2015年在1月10號的5月10日 我坐在四季酒店的窗台上 我就給我幾個朋友打電話 我從現在起 過去的郭文貴已經結束了 我下一個所有的人生 就是開始滅亡 從2016年年初 2017年年初 文貴開始爆炎 當時郭美 林彥平還沒放他回去了 他可能讓我扭一輩子 不讓他回 但是我做這個決定 我就是報了 孫力究竟一再警告我 TAG PASS 會讓你像瘋狗一樣 在大街上 你找不到任何生存力 你要敢參加VOA 會讓你在全世界上 沒有任何生存力 會拿走你家族 和你一切的東西 讓你睡在馬路上 共產黨從第一天 七哥沒走 七哥是騙子 七哥是郭三秒 我成了全世界上公認的 由美國權威機構 史萊佛大學 澳大利亞官方機構 郭文貴是過去三四年來 共產黨最大的敵人 社交媒體被黑客被謠言 最重要的一個人 還在第一 給我施巫術暗殺 看美女 到樓下 闖十八樓 無人機 嘗試下毒 船失控 無數次黑客 我開始反共那天幾 就沒想過 活到明天 每一天都當最後一天 我知道你會有這個本事 但你竟然放馬國 我經歷過我八地的死 我經歷過我母親的 沒病被氣死被嚇死 我的家人三抓兩判 他們竟然把我九十二歲的一個 東風半判的老爺扔到了馬路上 寸草不生 連個小狗都不放 這個世界上 你相信誰有錢 你都不能相信七哥有錢 因為我受到了全人類的黑社會 共產黨的全面撥土 從我的身上 就開始另外一段 到這兒美國的公檢法法官 律師收屬 檢察官 美國的監管機構和政府 多少人被共產黨深厚 七哥已經深屌 沒有七十四個案 共產黨就一定是 干預言手冒傻 痛苦了七哥一個人 安全了所有的新冠聯邦 尊敬的文貴推友們 網友們 你們好 這是文貴每天對我的推友們 我得抱攏下 我得抱攏下啊 真君子站什麼好啊 你們健身了嗎 你們往身上潑水了嗎 文貴在這裡 報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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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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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師傅 有一天 你就會知道平安什麼意思了 為了所謂 根本不存在三千萬美元的官司 來告七哥 花掉了八九千萬美元律師費 你覺得是乾啥的 PG不是讓郭文貴要錢 是要郭文貴的命 不讓我實行破證官 不讓我提供證據 不讓我說一句話 就連那個文件 真假 鑑定都不讓我提供 簡易判決 三千萬變成一億多 然後再用傳的事情 再給罰你一億多 最後是邀請你在五天內交期兩億多 不交期就把你抓起來 所以我申請了破證 五年的官司想盡一切辦法 就讓你藐視法庭 只要定了藐視法庭 我就全抓你 我現在我每天出去 我都穿上多一件毛衣 我隨時等著 他們搞掉的司法部 把我抓走 把我帶走 在美國這種社會 像陸克這種律師 就瞪著眼在法庭上 宣假誓 說假話 做假證 竟然說跟我沒有立語衝突 我是共產黨的第一號敵人 他代理的所有 都是我的敵人的案子 以美滅共 以法滅共 以共滅共 這三個目的 全在普衡 PAG的個人不展案 全打出來了 76個案子 你們看到了幾個 你想過幾個 坐在法庭上 那個冰冷的椅子上 15個小時 連坐五天的感受嗎 你想過我坐 118次 diposition 每次的十幾個小時 在這中間上車數 還給你們發信息 跟你們聊天 這些年就這麼過來了 我同樣的是 我像對待家人一樣 不想把壓力和痛苦 一樣分享給你們 這是七個必須做到的 有天你們都懂了 你們會真正的愛戰友 愛我們的新中國聯邦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